今天要跟各位说明的是网络行销超级重要的功能就是收集名单 收集名单在wordpress.com这个网站里面也是一个免费的功能 你不需要再去利用Google的免费表单软体 表单的那个新增的那个平台来做迁入 有点麻烦 所以你在wordpress.com这个平台里面其实已经内建了 比如说 他内建的这个预设功能里面有个联络 这个联络点进去之后啊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个联络 联络的基本表单功能 好那我现在直接示范一下 比如说联络人姓名是刘爸爸 然后电子邮件你可以填你自己的email 然后呢你的网站是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算了不要填了 然后留言呢就是 我想发问 关于课程内容 好这时候呢 你按送出 送出之后呢 他就跳来这个页面 让你检视一下 你刚刚输入有没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那你就返回 比如说你email打错了 那这样 那个管理员他如果要恢复你的话 你肯定收不到信嘛 所以 赶快回去 返回去 重新再输入一次表单 因为你email可能打错了 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一封email叫联络我们然后把它点开看一下 你看 这边就有写 姓名刘爸爸email这个电子邮件就是填写的人他自己留的email 然后留言的内容我想发放关于课程内容 然后这边还会写出这个联络表单的网址在这边 因为你自己是管理员所以你会收到这封信 那假设你的网站里面有很多表单 你不知道这一个表单到底是哪一个表单你已经忘记了 那没关系 他这边有 联络表单的URL网址 你就点进去看 那你就会发现 原来他填写的是这一页 他填写的是这一页 那如果你还有另外的表单 譬如说我的还有另外一个表单就是这个抽奖活动的表单 你不只是他联络这个预设表单你还可以自己去制作表单内容 所以这个抽奖活动的表单就是这样 阻止是抽奖活动 然后内容你自己去自己去打 譬如说参加欧洲六天五夜来回 7加9行程抽奖活动 请添写下列表单 巴拉巴拉巴拉自己打 然后你可以自己附上美美的照片 然后你可以再新增自己要的表单的栏位 比如说你的姓名email问题的描述 手机的号码 甚至是请对方输入他的兴趣 像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去运用表单的内容 好那我再测试一次 比如说这流奶爸 email 然后我要参加 抽奖 手机号码 0939 96 我的兴趣是电影 送出 送出 送出之后呢 他一样会修出来 你刚刚填写的资料 如果记得email写错 记得返回去重新写一次 好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email的部分 收一下电子邮件 你看 课程报名表单又来了 我把它点开 好 其实这是应该抽奖表单 我刚忘记把设计改掉 姓名流奶爸 email有没有 我要参加抽奖 然后手机号码 电影 等等 联练表单的 url是在哪边 在这边 你点击一下 如果你忘记 你到底是哪一个表单寄来的 原来是这一页 好那你就知道 原来是有访客填写的这一页 所以他传送表单给你 那你会想说 万一我的email没有收到怎么办 因为 偶尔会漏信 因为这个是Wordpress 他本身的平台寄出去的信件 寄到管理员 管理员自己的信箱 email 有没有可能 偶尔漏信 这是有可能的 email并不能保证100%收到信 所以呢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到后台去看一下你的这个意见反应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刚刚有人 我想 问关于 课程内容 网址在这边 我要参加抽奖 他的网址在这边 有没有 所以 除了发送email之外 他在后台还可以看到 这些表单 访客留下的任何资料 全部都可以在后台找到 所以呢 在Wordpress这一套课程里面 我们也会教你 如何去新增这样子免费的表单 那表单会应用在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像刚刚的这种报名表 或者是 传直销 你想要去收集有兴趣的人的名单 那就可以像这样子 类似这个抽奖活动一样 做一个 一个很不错的文案页 然后底下呢 有兴趣的人 再去填写报名表 那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我常遇到有朋友问我说 他卖的是健康食品啊 然后不能写太多疗效啊 不然卫生局会罚钱啊 那 你不能做太多疗效的那个叙述 没关系 你就是收集客户的名单 等于是有兴趣的人呢 他留下资料给你 然后你再电话 打过去 告诉对方 一对一的方式去告诉对方 有哪些内容 你的健康食品 有哪些功能 等等 所以在网络上这个名单 这个表单 非常非常重要 他是要来收集客户的名单用的 你可以取得客户的手机 你可以取得客户的email 那你就可以 取得跟客户进一步的联系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 课堂中 线上课程里面会教各位 怎么样详细的去制作这个表单 我们在课程中见哦 我是刘奶爸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